下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设计的 那个里面的 那个烟囱管 因为爸爸设计的厂房 设施规模太大了 所以仪仗带我们 从外面参观 看到又长又大的管子 还有不断冒着烟的厂房 虽然不知道里面 究竟在生产什么东西 可是突然觉得 爸爸好厉害 可以盖出这么大的厂房 看到我爸爸的厂房 很高很大 我以前都没有看过 我觉得爸爸很厉害 那以后长大有没有想到国外 去像爸爸这样的做工程 没有 那为什么 我会舍不得家的 以后你长大想当什么 我将来想要当老师 因为我不想跟爸爸妈妈分开 参观完爸爸设计 新建的厂房 接着回去休息一下 要去妹妹郁炫 曾经就读过的幼稚园 其实它是一间 包含幼稚园跟小学的学校 而且学校的招牌上 还有妹妹呢 她要说不是老师 我现在要帮妹妹拍 那个她的幼稚园 她们毕业给你的照片 这是那个幼稚园 幼稚园 找干法 好 给忙一下 接着我跟妈妈到教室参观 看到很多年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坐在小小的椅子上 听说其中有两个是爸爸妈妈 从台湾来到这里工作 所以让他们到这里请老师照顾 就像我跟妹妹小时候一样 也曾经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 来这里读过一年的书 她在吃什么 她在吃灯笼 你要讲 她在吃什么 你要讲 她在咬灯笼 她在咬灯笼 我喜欢的 你看 吃飯 當年教妹妹的老師本來已經休假 聽到妹妹回母校的消息 也匆匆忙忙趕到學校來 老師一見到妹妹就熱情的抱著她 畢竟曾經是老師的寶貝學生 由於這裡實在太熱了 所以換掉滿是汗臭味的衣服之後 接著再去參觀表姐的學校了 表姐就讀的洪杭中學創立於1933年 所以學校建築也有著濃濃的法國氣息 由於越南的小學是一到五年級 六到九年級是中學 現在八年級的表姐正在上電腦課 所以不能找她出來 那我就從外面偷偷看表姐的電腦課在上什麼吧 原來表姐的電腦課要連續上兩堂課 所以趁這個時候去逛表姐的學校 在參觀表姐學校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同學們的書包全部堆在講台上面 我問媽媽為什麼會這樣呢 媽媽說因為他們現在正在考試 書包放在講台上面 就不怕有人會作弊了 感覺好特別喔 因為我在台灣都不會這樣耶 聽校長說 學校大約有3800個學生 在越南算是大學校之一 而上課的科目加一加有11個科目 哇 越南的中學生也不輕鬆耶 接著我要去學校讓人輕鬆的地方 合作社 看看表姐學校的合作社有什麼東西吧 再給我四千 哇 表姐學校的合作社裡面 有棒棒糖跟好多種零食 甚至還有冰淇淋各種汽水耶 感覺很像遊樂園裡面賣小吃的地方耶 而且旁邊還有一間廚房 不管你點什麼東西 馬上會有熱騰騰的食物送到你面前 蛤 好羨慕表姐喔 他們的合作社都有賣面的地方 我們那個合作社都沒有 我好羨慕 我在表姐的學校看到女老師們 穿著各種顏色的越南傳統國服 而表姐將來念高中的時候 制服也會變成一身雪白的傳統國服喔 所以每當放學以後 就會在路上看到很多白色制服的高中女學生喔 媽媽說她這次回來也要趁機訂做一套傳統國服回台灣了 等到表姐下課之後 她又匆匆忙忙準備要去上下一節課 所以聊一下下就要說拜拜了 下次再跟她見面可能又要一段時間了 表姐 你要想我喔 因為我也會很想你的 拜拜 越南在很久以前的王朝時代 就跟華人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時越南的文字也是中文喔 所以越南的傳統國服 跟旗袍看起來有一點類似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了一件飄逸的長褲 而傳統國服呢 是用柔軟的絲質布料來製作的 媽媽正在精心挑選擇她喜歡的 這個顏色 這種不適合媽媽穿的 因為這種是 對呀五十歲六十歲才穿到這一種 像媽媽年輕的是要穿這一種 嗯 這種叫兩種 這裡的還要穿 這是二十歲的 這是不適合 那種不適合 那種不適合 媽媽要給幫忙 可以給幫忙 那種不適合 這裡的比較帥 這裡是比較帥 對呀 媽媽說這個是五六十歲穿 對呀 起庭可以嗎 起庭可以嗎 起庭可以 起庭可以 橘色比较好看 橘色比较好 真的吗 妹妹呢 我跟她捡价 她说22块 然后我说22块美金 我说20块美金就可以了 她说上衣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裤子的是有一点白色 我打算做这间船山 这是我刚刚的地方 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穿 因为这个开会的时候 应该要穿这样的一个国服 这样比较正式 就是有开这边 这边可能是三块 后面也快大了 这两边都是 就是有开这边 两菜差一点 两块小的 这是北方的人船 这是南方的人船 等一下 等一下 接着我们的菜 也在那边 很热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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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天,妈妈请师父修改。 这边订做一套传统国服,是20块美金,大概是新台币六七百块左右,到底算贵还是算便宜呢?我也不清楚,不过接下来请妈妈表演越南传统国服秀咯。 我们要下街铁的时候,人衣服跟裤子一起拉起来一点点就好,然后我们下来。 我们要注意一下后面,裤子一起拉起来一点点就好。 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后面的这一片要跌到前面了,坐下来,把脚是要放上来,把手是要放在这里,它才不会滑下来。 可是我们偶尔也会再用一次,坐久的时候它会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再用一次,它又放回来,然后就要跌上去,会不坏。 这次的旅程让我更加认识妈妈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也体验到很多越南的纸衣住行,还看到很多努力生活的人们。 除了什么梦里就老公,能使你身上去,到一个肋密的地团队就在一夜哪里。 我们面对一夜之间靠近。 我们在寝宝拳之后,除了爱,分明下下无力的尽量,迷人中穿这些。 我们想到一夜之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夜之间,还在开心中姑、一夜之间的一夜之间。 我们正式在一夜之间,使你是 스트라气包, 天空的一夜之间的一夜之间, 我们一定会吝出了一夜之间, 晚餐馳馆恰就在一夜之间。 套馆滑滑下来的一夜之间,家吧。 我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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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淡淡的咖啡 有香子 下面的你慢慢喝 為什麼台灣沒有 這個一定的咖啡 因為我們 越南有種很多咖啡 所以我們就是 越南 這些都做嗎 來來來來 六千 好 那你給一看 六千 味道怎麼樣 好好吃喔 很好吃 裡面是放什麼的 好 醬汪 超大 很久了 太 iPhone 魂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他们依依不舍地等待我们走进了海关以后才离开 几乎每次我们要从越南回台时 他们都这样子地送我们到机场 我还有一次突然哭了 妈妈问我为什么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 这次的旅程有很多好玩的回忆 不管是天气还是冷情都很温暖 尤其那种感觉是我可以回到妈妈的故乡 虽然现在要离开了 不过我一定会非常想念这个地方 再见了越南 Goodbye Vietnam 我觉得这几天的日子过得很晚 因为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而且又很久所以很晚 我觉得这几天最开心的是 跟表姐一起玩 还有去买单 我觉得我对越南更了解 那这个呢 这是我们董事长写是一位医生 所以他一个偶进来的时候 他就把它写病例表 然后拍X光 还有X光 对 这边是细偶的细服 然后这个很可爱的 对 因为他衣服的比例比较小 所以他的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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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